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柳青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一夜未眠 早晨起来他的眼眶发黑 他皱着眉在房间里边走来走去 戏子和桃婉走进来 柳青立刻对戏子说 耳瓜子就要扇到咱们脸上了 怎么办呢 戏子问难关吗 柳青说 他降到八毛 咱们就降到六毛 戏子说 那大家的工钱可就少了呀 柳青说 咱们的框卖不出去 一分钱都整不到 傍晚 柳青宣布了降低工资的事 他问大伙有什么意见 虾妮摸着腿说 酱就酱吧 没事 家企说 有口饭吃就行 冬瓜嗤之以鼻 他旁边有个哑巴挥了挥手 意思是屁打个声 苹果快熟的时候 枯枝败叶 落了一地 一群人从南关走过来 手里都拿着武器 有菜刀 棍子 铁叉 木仙 还有鎬 有斧 大榔头 他们怒气冲冲 从南关柳边场一路嚷嚷着来到柳营 柳青打开铁栅门 递过一支烟 但这些人简直就要怒发冲关了 虽然他们都没有戴帽子 为首的一个光头 叫老改 他指着柳青的鼻子 说 降到六毛 我看你是欠揍 自从柳青降价以后 去南关定框的越来越少 终于一个也没有 柳青没说话 他身后站着一群残疾人 一目吐了口唾沫 右脚在地上画了个圈 另外一个哑巴竖起了中指 老改说六毛不行 连工钱都不够 咱们商量商量 把价格扯平 定完 八毛怎么样 都卖八毛 柳青摇了摇头 说 不 老改也说了一个词 咋 双方的泄斗场面惨不忍途 柳盈柳边场寡步敌众 很快 柳青的肋骨断了三根 一只耳朵掉在了地上 戏子唯一的那条腿也被铲断了 并且头上挨了一棍 有一个穿红毛衣的家伙朝着桃碗的心窝踢了一脚 几个瞎子算是倒了没了 他们身上都挂了彩 瞎捏的脸肿得像茄子 夹起的两颗门牙 一颗在土里 一颗在肚子里 不过他捏破了对方的卵蛋 一目微风凛凛 拿着一根扁单 屋里哇啦地乱叫一气 周围的几个人就倒在地上 戏剧性的变化来自于冬瓜手里边的一个衬托 这个像儿童一样的侏儒对着劳改喊了一声看这里 他本来瞄准的是脑袋 但是劳改的一只眼睛却瞎了 劳改也成了残疾人 他捂着脸说毁了 快 撤 谢斗事件引起了县尾的高度重视 专家和残联的负责人对此事进行调查 不久之后 南关柳边厂被勒令停产 劳改也因为伤害罪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 谢斗那天 逃晚就死在了医院里 他唯一的一只手摸摸留清仅存的一只耳朵 问你爱我吗 柳青还没来得及回答 逃晚就死了 当时 戏子躺在病房里边昏迷不醒 其他人包扎完伤口就回去了 医院附近有个垃圾箱 垃圾箱里边有个婴儿 在八十年代初 经常有狠心的父母 把带有残疾的孩子抛弃 就像扔垃圾一样 婴儿满身乌血一动不动 她的一只脚是激情的 像个鸡爪子 围观的人以为她死了 但是苍蝇知道她还活着 围着她的肚脐飞舞 突然 婴儿的身体一阵轻微的抽搐 紧闭的双眼也慢慢地睁开一条缝 围观的人都在往后退 一个女人说借光 给俺看看 伊木和虾妮恰好就在人群里 虾妮伸出双手摸索着走向垃圾堆 人们闪开了一条道 虾妮摸到了碎玻璃 摸到了破鞋 又摸到了烂菜叶 终于 她摸到了一个婴儿 虾妮兴奋地说 是个小子 柳青和细子在县医院躺了一个多月 出院之后 柳青的脑袋还缠着纱布 细子煮着双拐 天阴着 她们俩的脸也阴着 柳青问夏妮 孩子哪儿来的 夏妮说 捡的 垃圾堆里边捡的 那天哪 风吹着电线 呜呜的 俺一摸 好家伙 扎了俺一下 又一摸 就摸到她了 臭烘烘的 身上一点热气都没有 回来俺就叫俺男人烧热水 给她洗澡 一遍又一遍 第二天 她吃实了呀 米汤喝了好几口 这小子命硬 脚有点毛病 大哥呀 你跟俺的孩儿起个名字吧 公路上 一颗拉着果苗的马车驶过 柳青不加思索地给孩子起名叫伊马 她摸着孩子的腿说 这是个瘸子 长大 能走 能跑就行了 柳营门前的那棵树 变成了旗帜 许多残疾人慕名来到这里 远远地看见树 就看到了希望 这里并不遥远 一直在他们的心里 除了这里 对那些饱受煎熬 没有自由的人来说 任何的地方都是地狱 根本用不着堕落 粪土之中有金子 河蚌里边有珍珠 任其沉睡也不开启 不给一个炫目的机会 他们中很多人都丑陋不堪 肮脏无比 不是蛔虫 更像蛆虫 他们似乎不能够独立地生存 只能寄生于一个人 一个家 一个社会 他们有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生存环境 那些唾沫 那些抱怨 那些误解 那些排斥与侮辱整天包围着他们 他们的人生道路是艰难的 思想是蠕动的 他们蛰伏在社会的阴影里 有人认为他们威胁着别人的幸福 有手却没工作 有头脑却不能思考 就连生殖器似乎都是多余的 对付伤害 除了忍受 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残疾人是一个阶层 一个苦难的群体 上一代和下一代都相传着痛苦 每天都有人调到这个弱势群体中来 一个瞎子无所谓黑夜 但是需要光明 残疾人永远都在 从人类开始到人类结束 他们和健全的人一样健康 残疾并不是残疾人痛苦的根源 一切不平等 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是这个社会产生的 柳营柳边场成了各种苦难的聚集地 上帝并不住在这个院子里边 但是这里却是残疾人的天堂 一二三四五 数到五 五年就过去了 在这期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城市的生活水平提高 农村却依然贫穷 柳青扩建了厂房 告别了原始的手工作坊 他又买了一台电视机 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电视机是个好东西 他告诉人们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柳青爬上门前的柳树 把天线绑在最高的树枝上 细子在下边喊 有影了 声音也有了 到了晚上 村子里边的人也都来看电视 男人们蹲在地上 呼啦呼啦地吃着面条 老娘们坐在墙根 哼哼唧唧地哄孩子 小拉一边看电视 一边搓泥 她搓完脖子 搓脚丫 搓成一个泥碗 闻一闻 然后黑黑一笑 就向那群老娘们堆里边 砸了过去 这算是一种调戏吧 几个老娘们也把石头扔过来 笑嘻嘻地说 丢你娘的绣球啊 绣球二字 使得小拉响入非非 这个单身男人下劲 搓了一个大的 砸中了一个寡妇的头 寡妇一拍大腿 破口大骂 小拉站起来说是我 寡妇扭扭屁股走到她的面前 给了她三个巴掌 众人哄笑起来 小拉摸着自己的头 看看女人的手 除了她娘 还没有别的女人碰过她 叶子是一个淘气的小姑娘 在伊玛的记忆之中 她的裙子永远是脏兮兮的 她在人群之中挥舞着一把小勺 嘴里边嚷着打 打 柳青躺在摇椅上说不听话呀 就打屁股 叶子依然说打 柳青便在她屁股担子上 来了一下 问她还打不打 叶子小嘴一撇 说抱抱 伊木抽着汗烟 虾妮攥着根绳子 伊玛爬到东爬到西 她的智力和别的同岁孩子不一样 五岁了还不会说话 虾妮把伊玛拽回来 放到膝盖上 小声地哼着曲调 她想把儿子哄睡 但是自己却迷糊地睡着了 伊玛就爬到了大门口 坐在那里 看着呼啸而过的车辆 那一刻 伊玛很孤独 一个人从公路上走过来 弯腰在伊玛面前停下 她的脸恐怖极了 伊玛吓得双手抱头 终于伊玛一声嚎叫 当时正是夏夜 电视机前的人们看到那张脸 也都打了个寒战 有声小说《石宗罪》 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 联合出品 作者之珠 演播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